再來是中天新聞台 因為外交沒通過 所以五十二年度 十二月 十一以後 可能都不會喝到 空瓶的狀態 也不會喝的電視台 正出賣五十二台 政台新聞和台台新聞所 共同的基盤到白瓶的座丹會 會中的專家學者 都很肯定 發生新聞的評價 中天新聞台外交沒過 新春假初婚 也給予台北高中向政法院打倒去 十二過十一在賣面對五十二賓桌 消息的明文 讓我再討論 政台新聞和台台新聞所 做的基盤作單位 有這麼幾個NCC外交的標準 不夠清楚 不過NCC政府委員 王政令令委NCC在歷行數年 給中天的換照付加貸款 中天都沒有做 這次才不會給他換照 也說台灣需要一個公共新聞編導 商業的新聞頻道的區塊裡面 能不能容許有一個 不是商業運作邏輯 所決定出來的新聞內容 也就是可能是公共媒體的新聞頻道 如果中家系統入社也出色作單 說希望是商業機制 不過也是希望有個品質的新聞台 建立五十二賓桌政策的系統 很多的新聞台大概是不管是監視器 或者是用很多其他的媒體網路的新聞 如果有一個有指標型的新聞台 他能不能帶動他周邊 所有商業台的跨額體的改變 現在令委是要爭出五十二賓桌的花市 很多新聞節目都做得很好看 如果是可以好好整個公共主管 他的賓桌可以讓更多人看得到